我是救世主 社长主席各位社员大家晚上好 最近呢武汉呢肺炎呢造成引起恐慌 而且呢造成很多人死亡 蔓延到全世界 那目前呢疫苗呢也没有发明呢 所以呢人人都戴口罩自求多福 那假如呢我有一台时光机 那我想呢想去哪里呢 我想去未来祈求呢 救瘟疫肚母呢 能化解这次的大灾难 然后呢就在有一天的早上 我就忽然听到美妙的咒音 这个时候呢 哇就忽然间有一个强大的光呢 照在慧鲁的全身 然后慧鲁呢就在莲花上呢 就坐到哪里呢 就坐到那个肚母的极乐世界了 这个时候呢肚母呢坐在法座之上 法相庄严 她的两眼呢就像那个日跟月呢放大光明 这时候呢慈爱的肚母呢就开始了 其实我已经知道你来的目的了 那我让你呢坐到这个2013年的时光机 那个时候就是SARS的期间 那SARS期间呢造成很多人死亡 那肚母呢她就是运用到她的曼陀罗呢 把这些病毒呢 因为病毒呢SARS是从外太空过来的 她把这些病毒呢 给她赶走到外太空 那这次的病毒为什么会这么的强呢 是因为呢她是升级版的 所以呢肚母呢她说我是未来的救世主 她有给我一个使命 所以呢她要给我宇宙大大的能量 给我加持力 所以呢她只要是我所画的曼陀罗呢 她都会给我加持力 那我把这个神就是神奇的旅程呢 记录在我的曼陀罗里面 我的曼陀罗呢就是你看一下第一章呢 那个中心点呢就是绿杜母 然后那两朵花呢就是象征呢 杜母的两个双眼大大光芒 然后这个就是杜母的吉祥世界 所以呢只要呢凡是你们看到我的曼陀罗呢 都会得到宇宙的大加持 而且有大大的抵抗力 而且你的五脏六幅呢都会有 身就是会很强大就对了 而且身体都非常的强壮 所以呢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的曼陀罗呢是带给来赤福 然后呢这次因为呢地球受伤了 我们要拥抱地球 只要你们看到我的曼陀罗呢 我们就是会用爱 就是化解这次的灾难 用爱呢来照顾动物 用爱呢来照顾生命 所以呢武汉请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